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呢就是大部分的压力都是因为我们在交易的亏损造成的 当然了如果你跟我讲是在交易里面因为赚钱所以造成压力 我想你应该是比较特别一点点吧 OK既然这个样子呢我们就来探讨大部分的状况 就是因为交易我们的亏损造成的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而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怎样把它缓解掉 或者是把它甩掉啊就是我们今天想探讨的 我们这一个课程呢就比较针对性的一点点了 直接的用这个亏损的这个个案呢 然后去探讨怎样一步一步的把它这一部分的压力 把它甩掉啊或者是把它缓解掉它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不浪费大家时间我们正式进入我们的今天的课程了 当然也要给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呢 主要都是以教育以及分享的角度出发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成分啊 同时也提醒一下就是说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在这个channel上一则跟交易有关的一个video啊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打开小铃铛来获取第一手的通知 谢谢大家 OK好的 这个题目啊就是四个步骤甩到交易要力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有在几个月前Facebook live探讨过啊 所以如果你有听过这个content的朋友们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几个月过了 然后我也是有一些新的一些新的想法 我把它放在这个叫做video里面 如果你有去叫做compare呢 你会发觉到其实有一些些不一样 所以大家就留手一下看一下到底呢 有什么新的想法把它放进去 然后我觉得这一个video呢 讲的叫做总结呢 它会更加好的一个状况啊 到底有什么四个步骤 我们可以做的去甩掉我们的压力啊 我们直接到点的 直接用这个亏损的个案来做一个例子了 首先啊 第一个步骤想跟大家讲解的就是说 有决止啊 有决止这个部分呢 其实它是很简单 但是它需要你的勇气啊 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很多朋友觉得它是一个很羞耻的一件事情 觉得压力是一个你做错了一些东西的感觉 但是呢 要给大家知道的这个部分就是说 当你发觉到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呢 请勇敢的承认这个就是自己有压力 然后接受这个有压力的你是你自己的其中这个部分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的了 因为很多朋友的话呢 他发觉到自己有压力的时候 他会去压抑自己 然后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其中之一另外一面这样的感觉 那么你就会把这个压力呢 当这是没有一回事了 但是呢 这边要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察觉到自己有压力 然后去接受自己有压力 就这样子而已 不需要去反弹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下一步你要做什么东西啊 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要为我们这一份压力 或者这一份不好的情绪设下一个期限 也就是停止 当然如果现在你真的是面对压力的时候 叫你立刻停啊 是一个很难做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个期限 或者是一个叫做 我们叫做buffer time或者是暖冲期 打个比方是一个礼拜 或者是两到三天的一个时间 处理一下现在的一个情绪 然后才停止这份压力 那么这两到三天的时间 你要做什么东西啊 基本上就是让你去休息 或者是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一些事情 打个比方 可能你去找一些你喜欢吃的食物去吃 或者是看书啊 看戏啊 和朋友聊天啊等等 主要是要让你放松心情就好了 它就好像你看戏 然后做一个叫做 按那个pause button去停止它 也就是说 这两到三天 你先放松你的心情 放松你的心情啊 然后过后呢 两到三天过后 你才正式的回来面对这个压力 也就是说 以一个叫做最轻松的状况 去面对这一份压力啊 好的 我们就来到第三个部分 那么第三个步骤呢 它会比较需要花你一点点时间去做的东西 因为它是审视你的内心 我们叫做内省的这个东西 我们直接用这个例子了 就是在交易的时候 如果你在面对亏损的状况之下呢 你会出现压力 我们在内省的时候 是长成什么样子的 首先啊 去判断这一份亏损 它到底是已经发生的 还是还没发生的 因为在交易的时候 有时候它还没有造成亏损 有些人已经是感觉到压力的 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其实啊 你就接下去去探讨自己 到底为什么有压力 你就发觉到 其实是因为想太多了 而你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单纯的 好好的交易下去就好了 但是呢 有些朋友讲 这份亏损 它已经是发生了 那么我们要怎样 继续内省下去啊 首先它可能出现的场景 就是问一问这份亏损 它到底有没有造成margin call啊 如果有造成margin call呢 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接下来内省的事情 就是你要去补足你的资金 或者是处理掉这张合约 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好了 所以就把它一一的列出来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举个例子啦 它我们讲啊 在亏损的时候 可能没有造成margin call 但是呢 你的心里面呢 就是有点不爽 就把它写下来 就是心里面不舒服这样的状况 然后去探讨一下 为什么不舒服啊 可能的答案呢 就是说 其中一个可能性啊 就是你可能就是一种 不服输的一种心态啊 那么基本上 这个叫做 你是比较自负的人 那么你要解决的东西就是 不要让自己太自负就好了 OK 那么可能有些人讲我真的事实里面不舒服 然后心里面还是不舒服 然后可能是因为你的自我要求太高了 那么这个部分呢 你就去探讨 为什么你为自己的要求设得那么 这样高呢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可能就是放松下自己了 不要那么的苛刻 严谨的对待自己就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叫做心里面的一些内神啊 它是一个我这边举出来的一些例子 你未来啊 因为它每个人都会不一样的 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拿一张纸 然后好好的去诚实 面对自己 写下你在亏损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压力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探讨出来就好了 找到那个叫做压力的源头啊 大家不妨回去试一试下 最后第四个步骤就是我们的专注力 也就是转掉你的专注力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或者是交易好 为什么有压力啊 是因为你把你的注意力放错地方啊 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们一般上都会把我们的注意力 放在亏损亏损亏损的这个东西 但是呢 在这个第四个步骤 我们希望大家把你的专注力 专注在对的地方 举个例子啊 你在第三个步骤的时候 有做一个内神 然后你找到你的压力的源头 过后呢 你要做的东西呢 就是把你的专注力 从这个亏损的这个部分啊 把它移到那个压力的源头 打个比方 如果你在交易的时候 面对亏损 会是有压力 是因为你怕中margin corner 那你要把你的叫做新的专注力 专注在你要找更多的资金进来啊 而可能呢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省下你的日常的开销 把更多的钱放进去你的交易户口 或者是找一些新的income source 然后把更多的钱放在交易户口 而不是每天都在担心 或者是害怕亏损 然后一直有压力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你这样做的状况之下呢 你会发觉到整个事情呢 它是会有新的一种进展 然后这个压力的部分呢 会慢慢的把它淡掉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 就是说 第四个步骤要给大家知道 就是把你的专注力 专注在对的地方 而不是一直重复循环的 专注在这个压力的部分 然后让整个事情 不断的出现这种复循环 然后没有任何进展 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分享的四个步骤 然后在座各位在未来交易的时候 面对压力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面对压力的时候呢 不妨可以去practice一下 然后让自己甩掉这些压力的状况 感觉上就是说 希望呢 就是通过这个四个步骤 然后大家可以 从一个叫做黑暗的小房间 然后走出一个比较广量的地方 然后让你在交易好 或者是面对压力的时候 把它甩掉 然后让自己保持回来一个更加开放 以及更加轻松的一个心情 最后也非常感谢 在座各位看完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有学到东西 不妨给我们个like 点个赞 或者是帮我们学出去这个video 当然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们 记得帮我们打个subscribe button 按下去 然后打开小铃铛 我们今天呢就探讨到这一边了 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见 所以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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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